骨质增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周双利 西岸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骨科副主任医师 骨质增生是骨科常见的一个问题 它主要的是组成关节周围的韧带松弛 以后引起的关节不稳造成了骨质增生 骨质增生如果说发生在关节 它不引起症状 我们不必太在意 那就是说我们注意保护关节 保护它的关节活动度 不要受凉 不要进行重的一些 也就是超量的一些活动 它会减轻或者不发展 如果骨刺造成局部的神经卡压 血管卡压或者韧带的卡压 那必须要及时治疗 这个分情况 脊柱呢 你比如说颈椎的骨质增生 也就是骨刺 如果说椎体前的增生呢 影响不大 它如果影响前面呢 影响前动人带 或者是影响吞咽 这就要进行治疗 但是呢 如果椎体后颜的增生呢 它往往会造成椎管狭窄 压迫颈椎的神经或者是脊髓 如果发生在腰椎呢 它会压迫坐骨神经 引起相应的神经的一些症状 如果它骨刺在关节影响韧带的功能 或者影响关节的功能严重的话 那也就是说 必须及时的治疗